我們今天呢就是 全場就是稻草人 天后張惠妹時隔七年再度公蛋 4月1號開始 一連舉辦12場的演唱會 其實阿妹2015年在小巨蛋 因為一首三天三夜 讓全場歌迷嗨跳 導致鄰近住戶 受到了震動效應的干擾 惹得居民投訴與小巨蛋開罰 後來還因此設立了阿妹條款 被一個場地禁足七年 好像也是滿苦的 這回主辦單位為了避免激烈震動 事前有做好各種防震措施 不僅架高了地板 稱唱也頻頻宣導 禁止跳動 該以稻草人方式搖擺身體代替 但還是引起了 小巨蛋附近知名的不滿 請阿妹的媽媽來 你帶阿妹的媽媽來 我們明明家走 4月9號 中華里里長和妻子投訴演唱會震動擾民 還一度下跪向黃珊珊澄清 希望能夠改善震動的狀況 但由於表演全程都沒有顯示震動超標 黃珊珊也在臉書表示震動與阿妹無關 不是歌手的問題 而是小巨蛋場地的先天缺陷 消息曝光後引發部分粉絲不滿 因為里長作秀針對性太強 開始湧入里長臉書留言洗版 結果今天里長臉書已經緊急關閉 辦公室的Google評論也被攻陷 刷到一度只剩下1.1顆星 更被網友惡搞稱 人體地動移研究中心 資深媒體人周宇寇也在臉書怒轟 那個什麼里長以為你是誰 張惠妹是奪保保護都來不及了 最後也為張惠妹打氣喊 阿妹加油